那內部採用的是兩組45M的喇叭 以及兩組被動鎮浮器 那這一定不是一般的防水等級了喔 是可以達到泡水的等級 而且喇叭具有300度的環繞音效果 在高中低音上都有不錯的表現 只要按下該模式鍵 就可以享受到強勁的低音效果 哈囉大家好 我是生物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TRABY這個品牌的藍牙喇叭 就是在桌面上你看到這三款 那過去其實六也叫過非常多的藍牙喇叭 不過蠻多朋友希望你有可以找的呢 是那種單價低音質好 而且是高CP值的方向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三款我覺得是 符合大家的期待的 因為TRABY這個品牌呢 在美國亞馬遜呢是極度熱銷而且知名的 那有多熱銷呢 大概就是擁有數萬筆的評價 而且都還可以維持在4.6顆星以上的高評分 要知道呢評價有時候不是每個人都會留 但會留的呢往往都是對產品有深刻印象的 所以這樣的成績呢 可想而知喇叭的表現呢 絕對是高出買家的期待的 加上呢也有國外著名的評測網站 針對TRABY也有給予極高的評價 而且呢這三款的藍牙喇叭的售價呢 只有在台幣1000多到2000多 所以綜合以上來說呢 我覺得是蠻值得大家去關注的 品牌的藍牙喇叭 那閒話不多說 記得帶大家瞭解一下這三款的魅力吧 GO 這三款TRABY系列的藍牙喇叭呢 分別是STONEBOX售價在2299 以及MAX SOUNDPLUS售價在2199 最後一款呢是X SOUNDGO售價只有1399 那各位可以仔細觀察三款喇叭的特色以及它的售價 你可以發現呢不論是輸出的功率啊防水性能到主流的雙聲道串連功能等等 它們都是一應俱全的 簡單來說呢就是TRABY把這些中高價位藍牙喇叭應該有的高配置呢 直接變成自己的標配 那除了呢是有成立之外呢 也可以讓使用者能以低價位呢享受到高配置的聽覺饗宴 那TRABY 之所以可以提供這些高配置的規格呢 是因為品牌的團隊 他們是由多位的音樂設計大師以及音訓工程師共同組成 那把各生平領域的專家集結呢共同開發精進 讓最終的調音結果近乎完美 所以說品牌才可以在全球最大的亞馬遜平台擁有它的一席之地 那接下來呢就足以給大家測試一下它們的效果 感受一下呢數萬能評價的藍牙喇叭是什麼樣的概念 好那第一款呢我們就先從單價位於中間的那個Sound Plus開始 好那Sound Plus的盒裝配件類呢 有喇叭主體、說明書、掛繩、音源線以及Type-C的充電線 好那接下來可以看到喇叭主體的部分喔 那立友呢先手持給大家參考 它的外觀整體呢非常的迷你輕巧 長官尺寸呢為49.5x6.5公分 算是呢非常好攜帶的一個設計 而且呢手持後呢會感覺到喇叭皮非常的扎實 因為它的整體重量呢達到610克 那內部採用的是兩組45M的喇叭以及兩組被動振伏器 所以不難發現呢 Max Sound Plus的定位呢就是要設計的讓你方便攜帶呢 但又不犧牲掉音質與效果 再來仔細往喇叭的內部看呢 可以隱約看到兩個高性能的12W驅動器 這部分呢可以為你帶來24W高功率的磅礡感 加上低音喇叭S-Bass與低音增強技術 可以讓音樂呢瞬間具有很深層的低音效果 感染整個音樂氛圍 好那其中這個技術呢也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按下喇叭上的S-Bass鍵呢就可以開啟 這邊給大家聽一下呢 有沒有S-Bass的一個差異性 我聽給大家看一下 好听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出差异 那Lio现场听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因为大家听到的是Lio翻拍了 所以不一定感受上有我这么直接 不过我现场听的话 它的重钉效果是真的非常OK 就很难想象一个长度不到20公分的话 它的重钉的这个播放效果可以这么显著 加上它的后面还有AUX-IN的一个接口 可以让你用来连接像是家里的桌机啊 或者是笔电等等 也可以透过AUX连接当做电脑的喇叭使用 不论是外出携带或在家使用都非常不错 那做到这种动静接移的设计 也让它的CP值再度提升 那必须说它的外观也非常有亮点 采用的是防滑材质设计 手感很舒适 但个人喜欢的是它不会粘连指纹 让机器看起来脏脏的 这样常常带进带出也比较不怕耗损 再来就是机器的按钮也算是很好理解 由左至右分别是电源键 蓝牙连接键 播放粘链键 音量增减键 以及重低音的功能键 那操作上也相当的简单 因为蓝牙采用的是5.0的版本 最大连接距离可以落在30公尺 所以用来听音乐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如果你很喜欢它的效果 你还可以买两颗来进行左右声道的串联 就可以达到更好的音质体验 那除了听音乐之外呢 它也可以用来讲电话 因为它有内接麦克风 所以连接手机后呢 要进行通话也是OK的 那喇叭的电量是2220mAh 采用的是离电池的设计 可以用配件的Type-C来充电循环使用 在满电的状态下约可播放18至20小时 那充电的部分呢 约莫4小时内就可以完全充满 另外在充电孔部分呢 也有设计防水盖 整体喇叭还有iPS7的强大防水性能 那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防水等级了哦 是可以达到泡水的等级 非常的实用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记得看到的是StoneBox 那配件部分呢 与MacStone Plus呢大致相同 那外观的尺寸的话 它是6.8×8×6.8×6.8根徽 那一样是属于体积轻巧好携带的设计 内部的部分呢 也是采用相同的两组45mm的喇叭 以及两组的被动震补器 好 那这款喇叭的单价 只比MacStone Plus呢高出100元 那规格也是非常的相似 但个人觉得他们最大的差异呢 在于它是采用直立式的设计使用 而且喇叭具有300mm的环绕音效果 所以搭配这种直立式的使用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可以提供更大 更宽广的一个音场 在高中低音上呢都有不错的表现 是能够轻松满足使用者对于听觉挑剔的一款 那这种直立式的设计的最大好处呢 就是在于可以置放在单车的水壶架上 所以非常适合喜爱户外骑行运动的朋友 而且也可以从喇叭上面看到 大大的增减符号以及播放暂停键 这也意味着呢 你即使在骑程中呢 要控制音量的大小者也不必拿出手机 直接在喇叭上就能轻松调整 那喇叭一样配置双12瓦驱动单体 具备24瓦的高功率输出 在声音开到最大的情况下呢 一样能够清晰听见声音的各种细节 以及配置于Max Sound Plus相同的S Bass技术 只要按下该模式键 等到白光亮起后呢 就可以享受到强劲的低音效果 当Bass呢 结合音乐冲出来的那一瞬间呢 就好像不与歌曲生命一般 可以让你很快的陷入音乐的氛围 那我觉得它的定位呢 就是适合喜欢在户外运动的朋友们 能够很快的去感受到音乐的效果 以及挂成贴心的设计呢 让你也可以轻松的吸带 那喇叭整理的重量呢 落在578个 相较于Max Sound Plus更轻一些 两者的配置相似的地方呢 还有采用相同的LINER5.0技术 一样有内接麦克风 所以当连接喇叭后呢 一样是可以透过喇叭来进行语音通话 同时也具备两颗左右声道的串接 加上A6X的设计可以当电脑喇叭使用 而且也有相同的iPX-C的防水性能 不只防水也不怕泡水哦 那电量的部分的话则是2600mAh 缺氧时间一样落在18-20小时 两者最大的差异就是外观设计 材质跟手感差不多 但Song Bus的低音单体呢 是设计在喇叭的顶部与底部 这部分的话我还特别用手去碰触一下 可以感受到独特的手感 而且轻轻按压就可以感受到神灵 真的设计的非常的特别 顶部呢还有大大的吹笔 logo 质感很好 以及前面很难忽视的超大符号键 那喇叭边的按钮配置呢 由上至下依序为电源键 蓝牙连接键 再来就是防水盖保护的AUX连接 以及Type-C的充电孔 那喇叭的音乐播放效果呢 基本上跟MAX3 Plus是差不多的 但实用性稍微有点不同 这部分给大家自由评估参考 好 最后看到呢 是三款当中呢 外观最小 单价最低的Song Go 那外型虽然很小呢 但它的规格也不马虎喔 与另外两款呢 都具备以下相同的设计 那到目前为止呢 可以看出Tribe的特色呢 就是将蓝牙喇叭的实用性能 发挥到最高 像是外出使用时呢 帮你考虑了防水需求 以及携带的方便性 那这家使用呢 帮你考量了两颗串连 以及变身为电脑喇叭的延伸性 让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可以有更多的变化 难怪呢 在亚马逊可以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以及数万能的喜爱 那这个迷你款的大小呢 原厂控制在17.5x6x5.6公分 在这么小的尺寸上呢 依旧可以提供两个8W的驱动单体 达到16W的功率输出 低音的部分呢 也配置了一个被动式的振服器 让喇叭的单价呢 即使很低 但也不至于到完全牺牲掉音质的情形 好 在喇叭上呢 一样可以感受到重低音的效果 这边呢 稍微播放一段音乐 给大家参考 好 应该可以感受到 喇叭带出来的重低音 虽然效果呢 不及另外两款 但就这个体积 这个单价来说 我觉得已经算非常无敌了 要知道它只有380几克的重量 却还能保有相对不错的音乐效果 加上呢 即使利尔把声音开到最大 它仍然能保持高水准高动态的音乐效果 个人觉得呢 已经非常符合期待 而且因为体积上呢 具备较大的优势 所以不论是挂在背包 放在口袋 都能够让你在户外 徒步旅行或骑车等运动上 拥有更强的便利性 而且据官方这样的记载呢 它的续长可以达到24个小时 这也意味着呢 带出去运动旅行啊 或者录影 都不用担心电量造成的焦虑感 让蓝牙喇叭的使用效率呢 发挥到最高 所以我觉得这款也相当的不错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大家这上面也分享完三款 吹笔的热销蓝牙喇叭 它每一款的定位都不同 所以大家提供自己的需求去选购 像这X-TOM GO呢 就很适合学生族群的朋友 因为单价非常的低 而且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 可以往上呢 到这个MAS-TOM PLUS 它的效果质感更好 而且重低音还可以独立调整 以及呢 那如果你是喜欢去户外运动旅行的朋友的话 那这个STONE BUS是最推荐的 因为我觉得它在户外使用是真的非常好 而且它的外型设计的话 很前卫很有个性化 那硬要挑它们的毛病的话也是有的 像这个MAS-TOM PLUS跟X-TOM GO 它是没有电量指示灯的 后面是没有 那STONE BUS的部分后面会有电量的指示灯 不过呢 因为三款的续航能力都很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 你要看电量的话 你可以从手机的蓝牙里面去做一个查询 那以及呢 MAS-TOM PLUS的部分 它有做这个音源线的配件 那三款都可以用这个AUX 连接到你的电脑当电脑喇叭使用 不过如果你是选择这两款的配合的话 可能就需要自备线材 那这部分呢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但撇开这些不说的话 就它们的音质使用的方式 外观的质感啊 手感啊 效果 对比它的价格来讲 我觉得是真的CP值非常的非常的高 不止是Leo觉得不错 大家也可以去点看亚马逊看 你会发现 很多人给它的评价真的都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它算是CP值 其实音质都兼具的一款蓝牙喇叭 那你要买这些喇叭 你也不用跑到国外去下单 因为你也会在意这个售后保护 因为台湾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代理公司的 叫做施伯特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它的 这三款的相关资料 跟台湾代理商的资料 都放在影片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点击参考 我觉得就有价格 售后 服务面等等来讲的话 这个吹笔蓝牙喇叭这系列的话 是还蛮值得入手的 那我是比较偏爱这一款 所以我应该会把这款呢 就是平常坏出旅行的话 可能会携带着使用 那就是Leo的一些心得 分享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喜欢Leo的介绍 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